歡迎回來 台灣疫情升溫 嘉義縣美術協會 15號在梅林美術館舉行會員連展 希望在疫情下 傳遞愛與祝福 走進展場 牆上一幅幅色彩艷麗的畫作 有展現煎芒花強韌生命力的綠草秋藝 充滿古早味的阿嬤的醬菜煎 還有水墨山水和花繪等66幅精彩作品 藝術家以不同創作領域的詮釋 引領大家走入藝術殿堂 用色沉淺 它恰到好處 所以透過它很細膩的筆劃 把這個氣氛表達出來 這是圍徒的境界 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的茶會取消 展出的京素有66京 裡面有油畫 有水彩 有水墨 有板畫 有粉彩 作品 非常多樣化 創立於民國53年的嘉義縣 美術協會每年定期舉辦會員連展 作品題材豐富多元 都是藝術家細膩巧思 激情於藝術創作的呈現 去途草寫生的時候 我遠遠看到 遠遠的光芒會盛開 他說心裡就微微沾動一下 當下我就提筆 中間我用一點偏滑 前面用綠色 表現出出秋那種光芒的味道 這張作品的名稱叫做北港祈福 以這張的作品一個非常溫暖的顏色 希望台灣能夠走過這次疫情的一個困擾 透過每年的藝術展現 分享藝術家對創作的熱愛 執著與努力不懈 在疫情下 藝術家們也希望傳遞愛與祝福 新唐人亞太電視羅金星方雅賢 台灣嘉義 採訪不到 關於閘其的詞 格子 芒 芒 芒